Lun Sang 老条文朋友们大家好 又是我方巴哈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个作品的指示 今天呢我打算做的这道菜呢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年月饭哈 必定会出现的 寓意非常好 横财救手 好事发财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道菜呢说白了也就是那个红烧猪蹄哈 就是呢夹了一些不同的材料 变得郁郁死猪 这三个猪蹄呢重大概两斤哈 轻鱼的还算比较干净 没什么毛 所以呢我就不做进一步的轻鱼了 其他的材料呢 对这个树木质哈 确实有比较要讲究哈 我们需要18克的这个发菜 8克水发香菇哈 8克金豪 也就是晒干的生蚝哈 8斑大蒜 还有8片这个生姜片哈 好了马上开始制作 第一步呢先加那个猪蹄锅一锅油哈 锅中炉下少许底油哈 爆香这个姜片和大蒜 然后再爆香这个金豪还有香菇哈 接下来呢就烧开少许水哈 然后加入100克这个冰糖熬个糖彩 熬糖彩这个步骤呢以前经常做哈 所以呢我就省备了哈 熬成亮丽的枣红色 一冒出大泡的时候呢 加入700毫升的开水 烧开之后呢继续让它煮一分钟哈 然后呢做接下来的步骤 接下来呢取一口沙锅哈 将发菜以外的原材料呢全部加到沙锅里面 如果你们有那个板栗的话 干的板栗哈也可以加几个板栗 这样呢才更好吃 然后将这个糖色也倒进去 水要是不够的话可以加一点这个泡香菇的水哈 然后开火 来一小勺的盐 一勺糖 一大勺酱油 一勺高度白酒去腥 一勺灵魂的花雕酒 还有少许的老抽哈 巩固一下它的颜色 这样子烧开之后呢盖上锅盖 然后转到中小火 继续焖一个小时半 一个小时半过去哈 看看什么情况 嗯手指手指差不多了哈 你们看这个橙色多漂亮哈 应该呢那个老抽呢也不需要加了 好开大火 然后呢将这个发菜也加进去 一大火慢慢让它收支哈 收支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哈 然后关火 继续让它在里面焖30分钟 然后呢就可以出锅了 寓意非常好的一道菜哈 经常的投资的 你也放的时候呢 建议呢将这道菜搓起来 寓意着横踩就手 好市发财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哈 有喜欢我收听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赞 关注留言并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吗 好 好 帅